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爆炸新聞 美軍已啟動常駐臺灣最前線 派出陸軍特種部隊 重爆 英國擬限制這類中國公民入境 火速 美國會眾院以壓倒性多數通過法案 TikTok或面臨被禁 阿波羅網報導 河北爆炸事件後 中國記者協會被惹毛 罕見發生 燕郊大爆炸 半個月前有人在此掛橫幅明淵 是爆炸起因嗎? 今天是3月13號 星期三 亞洲時間星期四 請您多多支持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將推動油管推薦我們的視頻 讓我們一起成長 也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爆炸新聞 美軍已啟動常駐臺灣最前線 派出陸軍特種部隊 美國軍事新聞網 特種作戰報導網透露 美國已啟動與臺灣的重大軍事合作 其中包括部署美國陸軍特種部隊 在臺灣參與持續進行的訓練行動 是雙方軍事關係的里程碑 據《中央社》13日報導 根據《2023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條款 美國軍事顧問已開始常駐金門於澎湖的兩棲指揮中心 他們的任務涉及於臺灣精銳部隊定期進行訓練演習 報導稱 這項合作值得令人注意的是 美國陸軍特種部隊協助訓練臺灣陸軍使用黑色大黃蜂微型無人機 這是一款微型無人飛行載具 這項合作也延伸到擬定操作指南與訓練手冊 中華民國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 已提議尋軍售管道 直接從美國採購這款微型無人機 美國國防授權法勾勒部署美國相關人員到臺灣的構架 主要著重在軍事訓練 但尚未立即有安置文官的規劃 報告指出將有愈來愈多美國特種作戰部隊聯絡組人員駐紮臺灣 並計畫派駐美國第一特種部隊群的有關小組 據悉 這些小組包括三名美國陸軍特種部隊綠色貝雷帽人員 肩負在中華民國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 兩棲偵察營與高空特種勤務中隊基地進行聯合訓練的任務 及助訓觀察員等 國防安全研究院 國防戰略專家蘇紫雲強調這次合作的戰略價值 並提到美國陸軍綠扁帽部隊的防禦能力 他們與臺灣專業兩棲偵察營的整合 增強了臺灣對抗敵人入侵的能力 相關活動遍布數個關鍵地點 包括金門 馬祖 澎湖與淡水河口 快訊 英國擬限制這類中國公民入境 彭博新聞社在週三 13日發表了一篇獨家報導 揭露了英國首相李希·蘇納克領導的政府 正考慮限制繞過簽證程序進入英國的中國公民數量 擔心現行制度被濫用 已引入間諜 這一措施旨在加強對外交人員和官方服務者的邊境規則 主要通過要求提供更多詳情和延長審查時間來實現 內部討論包括限制免簽入境人數和官方活動範圍 加強審查 英國安全機構認為 這是應對中國日增影響和間諜風險的必要步驟 儘管有官員擔心 這可能加劇 英中緊張關係 但安全 內政及外交部門正就如何應對外國干預進行討論 英國國內安全機構軍情五處的負責人肯·麥卡勒姆去年指出 超過2萬名英國人曾在網路上被中國間諜接觸 他們主要針對領英等專業社交網站 嘗試與小企業 初創公司及研究人員建立聯繫 目的是獲取敏感信息 儘管如此 受英國官方皇家認可的正式外交官數量可能不會受到限制 有關人士指出 與普通護照相比 外交或公務護照持有者享有更多特權 可以免簽證或審查進入許多國家 這是一個顯然需要探討的問題 在中國大陸 獲得公務護照相對容易 甚至用於非政府公務活動 中共擬大規模地向其公民發放外交或公務護照 北京通過控制出入境來塑造全球輿論 並作為管控國家安全的一種手段 而中共對外交官 記者 學者和商人的入境實施嚴格管控 美國會眾議院以壓倒性多數通過法案TikTok或面臨被禁 美國會眾議院13日以352票支持 65票反對的壓倒性結果 通過要求TikTok 抖音國際版在6個月內與其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實施剝離的法案 這可能導致TikTok在美國面臨被禁 目前 該法案在參議院的前景尚不明朗 拜登上週五被記者問到該法案時曾表示 如果國會通過 它就會簽署令其成為法律 這項名為《保護美國人免受外國對手控制的應用軟體威脅法》的表決 順利跨過法案必須的總數三分之二的門檻 該法案共同提案人 眾議院克里希納默地指出 事實上 字節跳動的總編輯是公司最高層的黨支部書記 它的職責是確保TikTok以及字節跳動的所有產品 都遵循正確的政治方向 TikTok上週曾向其美國用戶發送彈窗信息 敦促他們給國會議員辦公室打電話 反對該法案 但這激起國會議員的更多反彈 河北爆炸事件後 中國記者協會被惹毛 罕見發聲 13日兩會剛結束不久 河北燕郊鎮早8點發生嚴重爆炸事件 事發後一棟四層樓房坍塌 據三河市應急管理局的通報 2024年3月13日7時54分 三河市燕郊已閘機店發生疑似燃氣泄漏引發的爆炸事故 應急 消防 衛健等有關部門第一時間改赴現場 全力救援處置 截止目前 事故已造成2人死亡 22人受傷 但大陸急務新聞當天下午報導稱 在爆炸事故當地有一家連鎖品牌閘機店 工作人員向該媒體表示 該閘機店並未使用燃氣 而是用電 該店員工還否認是他們家電發生爆燃 據鳳凰網消息 參照以往的燃氣泄漏事故調查報告 結合本次爆炸事件的實際破壞程度分析 該爆炸事件的威力至少相當於約100公斤TNT炸藥爆炸的程度 巨大的爆炸能量釋放導致了住宅樓內基本坍塌 這棟樓中有24戶人家 如果按每戶兩人計算的話 樓內居民就是48人 另外時間是早晨繁忙時段 爆炸點周邊馬路上有很多車輛也被炸得七到八歪 光這些車輛上的傷者就已超過官方公布的受傷人數了 許多中國記者趕赴現場報導 連中共央視女記者都遭到當地人員的圍堵推喪 對此中國記協罕見發聲 強調正當採訪是記者的權利 要求地方政府 不能為了控制輿情 簡單粗暴阻撓媒體記者的正常履職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這是因為中央沒有下封口令 中國記協就敢出來講話了 燕郊大爆炸 半個月前有人在此掛橫幅名淵 是爆炸起因嗎? 阿波羅網報導 阿波羅網李雨菡報導 13日早上7點53分 河北燕郊發生特大爆炸 整座大樓完全摧毀 附近建築車輛受到波及 現場極其慘烈 這場大爆炸 威力之巨大 波及範圍之廣 破壞力之大 並非向中共官方報導的是瓦斯爆炸 網友紛紛挖掘該事件的原因 我是人間惆悵客 網友在微博上發圖文說 燕郊爆炸 第一張圖是2024年2月26日凌晨5點 我經過燕郊文化大廈時拍攝的 我一直都知道此處在進行施工 但我是第一次見到有人掛出如此條幅 便將其拍攝下來 隱瞞施工影響人身安全 百姓訴求希望有人做主 今天是2024年3月13日 在今天早上7點多 正是此處發生劇烈爆炸 我想請問 二者時間是否有關聯 有網友表示 可能有人因為冤屈故意報復社會 也可能有人因為惡劣施工 訴求無果 政府不作為 所導致的報復社會行為 在中共央視的現場報導中 顯示爆炸樓旁邊確實有工地在施工 網友也紛紛對官方發布的傷亡數字表示不買賬 阿波羅網副頻道今天的內容是 葬身郵輪 船巫軍斬首迄近最高級別俄軍將領 俄羅斯軍用運輸機起飛時發動機起火 墜毀 機上15人罹難 中共時間不多 調查局專家撐不過10年 溥儀過世後 他的親人向故宮提議要求 故宮 你是哪位? 請點擊右上角觀看 您的鼓勵是我們前行的力量 萬分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增強這個視頻的傳播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明出品老好像 líder 拍摩 已經有耗睡咬 significantly 至少 很好的提督 爹 악